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春困,秋乏,冬眠 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我们犯困的理由 为什么总是感觉自己很乏力 这其实就是你的经络不够通畅的原因了 最近有个网友跟我反应 总是感觉自己头很晕 时不时还有耳鸣的现象 食欲也不大好,一直感到口苦 看了中医后,医生跟他说 你什么毛病都没有 晚上回去,敲敲胆睛就好了 网友感到不可置信 明明自己身体一直很不舒服 敲敲能好吗 抱着怀疑的心态 他每天晚上按中医所说的敲 一段时间过后 果真变得精神了 并且再也没有出现 头晕耳鸣的现象了 其实,人体的静脉是非常感性和多变的 我们需要给它一定的关注 不能让它拥堵 静脉贯穿着我们的身体 像血液运输在整个身体一样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每条经络各似其枝 掌管着不同的器官 其中,肝胆筋就是条 贯穿前后的重要经脉 胆筋可以提升阳气 增强体质 缓解因胆筋不畅而导致的 口苦、耳鸣、头晕等症状 而胆筋可以起到 保护肝脏的作用 白天精神好 晚上睡得香 缓解因肝气不舒 而造成的情绪烦躁、抑郁 很多朋友都有疑惑 敲胆筋的时间有讲究吗? 什么时候敲比较好? 敲经络有什么禁忌?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了解经络到底是什么东西 经络到底是个啥? 经络是经和络的总称 经又称经脉 有路径之意 它相当于经络系统里面的主干道 故曰,经者,静也 落,又称落脉 有网络之意 落脉是经脉别处的分支 叫经脉细小 相当于经脉以外的小巷子 故曰,置而横出者为落 落脉纵横交错 网络全身,无处不至 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城市 经络就像大大小小的公路 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络 而我们的五脏六腑 肢体宽鞘及皮肉筋骨等组织 就像是一栋栋大楼 通过经络得以互相连接 所以说,经络是运行气血 联络脏腑肢解 沟通内外上下 调节人体功能的一种特殊的通路系统 人体中有12条经络 每一条经络堵塞都容易引发各种疾病 其中有一条经络很神奇 每天敲打它50下 可以消除水肿 排出毒素 让你气血足了 变瘦 变美 身体好 它是谁 它是胆筋 先解决题目中的问题 为什么要早上敲胆筋 中医理论中 胆能逐日 逐时 逐方位 输注阳气 给各脏腹筋脉 使阳气能推动维持全身脏腹筋脉的气血正常运行 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而人的一天需要阳气支持生理活动 早上敲胆筋 有助于生发阳气 帮助支持一天的生命活动 提高代谢 为什么敲完胆筋 还要敲肝筋 肝和胆 相表力 肝气不输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胆 所以要同时调力 而且 睡前推肝筋 还有助于排毒 肝功能良好 可以改善包括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肾脏疾病等的慢性疾病 怎么敲 一 敲胆筋的方法 位置 每天早上起来 双手沿着酷线位置来回敲 哪里痛 哪里就是毒素淤积所在 要重点敲哪里 方法 如图 每天在大腿外侧的四个穴位点用力敲打 每敲打四下算一次 每天敲左右大腿各五十次 也就是左右各两百下 二 敲肝筋的方法 位置 肝筋和胆筋恰恰相反 它在大腿的正内侧 也就是内裤线的位置 方法 每天睡觉之前把双腿弯曲打开 先从左腿开始 双手相叠按在大腿的根部 稍用力向前推到膝盖 先左后右 反复推上五十遍就可以畅通肝筋 梳条肝气 使肝胆在睡眠中能充分的排毒 而您做梦都会做美梦 功效如何 一 排毒瘦身 瘦大腿 敲胆筋能帮助身体排出速便 体内毒素排出 还能驱斑 在女性经期前后 做一做 可以调节月经 保养妇科 瘦身养颜 由于敲胆筋 可以将大腿外侧 堆积在胆筋上的垃圾排出 这样还可以减少 臀部和大腿脂肪 大约一至二个月 就会感觉枯管变大了 之前 留言说要了解 瘦大腿的久友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再配合时到运动 二 敲掉白发 敲胆筋可以帮助阳气深发 提高代谢 有助于黑发 三 防病强身 根据中医理论 当脏气功能不加时 刺激其相关的经络 可以强化经络的机能 同时改善脏气功能 因此 解决胆功能不佳的最好方法 就是敲胆筋 四 男性活力充沛 男性体质下降了 大不起精神 忠意失眠 也可以用它来深发阳气 充沛精力 改善生活质量 胆筋不通的表现 判断方法 双脚正常站立 手臂自然下垂 双手握拳 敲击大腿两侧的风势血 如果您有酸胀的感觉 那说明您胆筋不畅了 头痛 耳鸣 眩晕 口苦 油浸头发 早生白发 面部 眼角位置长斑 胆筋 沿线出现偏头痛 肋下 腿 脚踝 脚疼 或冷等 经络不可随便敲 敲胆筋 肝筋 虽然是件美事 但是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力度 时间 情志 一 力度 用空心拳即可 不需要很用力 随时下降 敲打就可以了 刚开始敲的部位 有酸痛感是正常的 因为人体本身 就在努力打通胆筋这个通道 二 时间 一 十一点后要睡觉 哪都别敲了 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 是气血进入胆筋的时候 敲胆筋不应该在这个时间段进行 对身体不好 利用白天的时间 敲胆筋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每天每条腿只要几分钟即可 二 饭后不要敲胆筋 饭后大量血液 用于消化道 敲胆筋相当于抢血 容易导致胃部缺血 消化不良 三 女性月经推迟 有的女性 本来血就很少 但由于肝脏热 所以月经问题没有暴露 血气上升后 肝热下降了 月经推迟是正常的 当血达到正常水平 月经也就恢复了 月经来时可以少敲或不敲 四 长期坚持 身体的保养是长期的 三 情治养生 生气会导致肝气不输 肝筋堵塞 生怪病 关于情绪导致十二经络堵塞的问题 我们在 这些病真的是被气出来的 十二经络都堵死了 赶紧收藏中 也有详细说明 感兴趣可以前往阅读 老人怀孕患有血小板不足 做过器官移植的人也不宜敲 肝胆功能好了 很多慢性病也都跟着好了 每天花个三分钟 在腿上敲一敲 气血通畅 睡眠也好了 但是经络保健只能起到日常养生的作用哦 如果身体出现了其他疾病问题 还是应该到医院里仔细检查一下 根据医生专业的指导下 进行相关的治疗和后续的康复 但如果只是情绪烦躁 人感到不清爽 每天敲一敲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哦 试过你就知道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接下来